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B群 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B群是一组水溶性的维生素 于化学上是不相同的化合物 一般共存于同一食物中 含有多种维生素B成分的膳食补充剂称为 维生素B群对于合成红血球及细胞代谢有着重要的作用 每种维生素B都以编号或名称表示 尽管具有相似的名称 但每种维生素B补充剂均以体编号表示其化学成分 是协助酵素代谢营养素的辅酶 本身没有热量 每种维生素B都有其作用 可将摄取的营养素转变成身体所需的能量 是体内三大营养素代谢的重要辅助因子 体内的能量来源 糖类、蛋白质、脂肪比喻为机器的能量来源 那参与代谢的酵素就像维持机器运转的齿轮 维生素B群就像润滑油 辅助运转流畅 维生素B群在体内不但能够协助三大营养素代谢 维持体内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 也是能维持细胞生化作用的重要辅助教素 更帮助维持免疫、代谢、造血、保护神经、解毒 提高免疫、肌肉及皮肤等发挥正常功能 也可预防肝癌、肺癌、胃癌等等 更是天然的抗压剂 协助人体维护神经 内分泌系统并达到情绪的平衡 含有维生素B群天然食物 有全骨类、豆类、芦笋、啤酒酵母、坚果类、牛奶、蛋黄、瘦肉、海藻、深海鱼类及深绿色蔬菜等 每一种维生素B都是参与关键代谢过程的辅助因子 或者是制造维生素B所需的前驱物 有助调节新陈代谢 维持皮肤及肌肉的健康 增进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功能 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分裂 身体缺乏维生素B时 将无法有效分解营养素产生能量 容易会有疲劳的感觉 缺乏维生素B群的症状 1.疲惫 即便吃进去足够的能量 当缺乏维生素B1、B2或B6时 体内的能量代谢无法顺利进行 使得无法转化供应身体的所需 就容易使身体感到疲惫而沉重 2.心情低落容易暴躁 维生素B群跟维持情绪稳定的血清素的制造 以及神经系统维持正常功能息息相关 失眠以及缺乏B1、B3、B6和B12都被发现与优移 认知功能而影响情绪有关 3.睡眠障碍 与睡眠品质息息相关的退黑激素 是由色胺酸代谢为血清素经酵素作用所生成 就需要B3、B6、B12的辅助代谢 以及一连串的生化作用 若缺乏这些维生素B群就有可能对导致失眠 4.贫血 维生素B12、B9缺乏可能造成红血球细胞无法顺利分裂 进而导致聚球性贫血 维生素B6与血红素的形成相关 缺乏亦造成血球体积变小 容易小球形贫血 所以贫血不是只是多补帖 也应该经过专业诊断确认是否缺乏某种维生素 或特定营养素的状况 5.眼睛未光 缺乏维生素B2容易使粘膜发炎或敏感 因此眼睛就容易未光疲惫 干眼或有异物感 6.皮肤、粘膜、毛发异常 缺乏维生素B2一时免疫力下降 容易导致口角炎或嘴巴及喉咙粘膜容易发炎 而缺乏维生素B7容易有掉发情形 但一般人缺乏维生素B7的几率并不高 维生素B群的益处 1.精神旺盛 维生素B群是代谢的重要辅助因子 能够将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能量的关键 B群中的不同维生素都具有不同的转换能量 也与糖类转化息息相关 当每天吃的食物中只有热量而维生素B群不足时 糖类就无法确实变成能量 而增加疲劳物质与脂肪 适量的补充可帮助代谢更顺差 也更容易让营养素转换成能量 2.帮助入睡 与睡眠有关的荷尔蒙 就是从必须氨基酸作为原料转化而来 转化时还需要维生素B6作为辅助 才能顺利合成睡眠的荷尔蒙 许多有睡眠障碍或长期疲倦等症状的人 维生素B群也较为缺乏 3.维持好气色 维生素B6有助制造红血球的正常形态 B9、B12可以维持红血球的生成 所以想维持好气色除了补充铁 也需适量补充维生素B6、B9、B12 4.帮助应酬的上班族促进代谢 在外应酬的上班族难免有喝酒的时候 然而酒精被身体吸收后 是需要维生素B1、B2、B3当作辅酶 协助促进代谢又加上酒精利尿 就很容易把水溶性营养素排掉 适量的补充维生素B1、B2、B3 就有其必要 5.帮助循环顺畅 同半光氨酸过高 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维生素B6、B9、B12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对于同半光氨酸的代谢是有帮助的 6.减缓酸痛 维生素B群有帮助没烧神经 与肌肉修复的效果 因此有助于减缓肌肉酸痛与不适 7.胎儿正常发育与降低孕妇不适 B群有助胎儿的脑部发育 降低先天性缺陷的风险 而对于怀孕妇女本身 B群则有增加身体能量 减少恶心感 降低子嫌前症 风险等好处 维生素B是参与代谢过程的辅助因子 也是制造维生素B所需的前驱物 有助调节新陈代谢 维持皮肤及肌肉的健康 增加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的功能 进而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分裂 也是维持动物正常生长所必须的元素之一 缺乏则有可能导致生长停顿或局部损害 维生素B群的摄取 1.饭后吃 维生素B群在人体中主要作为辅酶 是制造能量 合成脂肪酸与氨基酸食的必要成分 所以饭后吃较能发挥效果 一般早餐后食用可以有提神效果 常熬夜的工作 或是大夜班轮班者 可以在晚餐后吃 能增加身体的代谢率 2.常喝酒必吃 酒精属于碳水化合物 而代谢酒精需要维生素B群的协助 当酒喝越多 维生素B群消耗就越快 又以维生素B1、B2以及B9的消耗量最多 长期饮酒没有注意B群的摄取量 就容易缺乏维生素B群 进而缺少合成血红素的成分 最后有可能会出现贫血的症状 3.素食者 肉类的内脏 以及牛奶都是富含B12的食物 因为素食者无法经由这些食物摄取 容易缺乏进而造成贫血 幻觉等 建议可以额外适当补充维生素B群 4.年长者 年纪大之后 消化功能下降 补充B群能够协助转化能量 维持身体所需 适度摄取B6与B12也能预防阿兹海默症 5.摄取B群还是觉得累 平时已有摄取维生素B群 但还是觉得累 可能是因为睡眠品质不好 失眠或其他慢性病如肝炎 肾脏病 甲状腺功能低下等 这时就应该到医院了解身体状况 6.吃B群却没效果 市面上的B群产品很多 剂量都有所不同 吸收效果也不相同 疲劳的原因也有很多种可能 在感觉上也是很主观的 不一定就是缺乏B群 可能需要维生素A、B或是铁、钙等 维生素B群虽然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摄取过多也会从肾脏随尿液排出 在体内的残留量很少 安全性高 几乎难以造成身体上问题 也因为它命力不易存留 所以能够天天补充 但并不代表可以毫无节制 最好照产品的建议使用 如长期的使用过量的B群 容易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痛、皮肤潮红、发痒 最严重会导致肝脏受损 补充综合维生素B群 会比补充单方面的维生素B好 多元成分的营养素也会一起相互作用 发挥更好的效果 有助于帮助忙碌的上班族维持健康 更加适合外食族补充 天然B群与化学纯化B群 最大的差异在于吸收率 天然B群的吸收率最高可达80% 化学合成约20%左右 且补充天然B群的剂量 不像化学B群那么高 较不必担心摄取过量的问题 天然B群成分也较单纯 但是化学B群可能会含有 非必要添加的人工色素 糖、防腐剂以及其他添加物 食用过多反而会增加了肝肾的负担 维生素只是平常饮食中的补助 并非正餐 要有正常健康均衡的饮食与运动 才是拥有健康生活的不二法门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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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